通常超级学习者都会选择接触大量的反馈信息 并将有用的信息从噪声干扰中剥离出来 然后记住反馈的信息并加以修正 但是遗忘是人们的天性 单靠利用训练、检索、反馈等进行学习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把那些有用的信息牢牢记住 这就需要我们采取相关措施来克服遗忘 本期影片分享的主题是超级学习者的最后三个原则 记忆、直觉和试验第一部分 记忆 心理学家表示大佬有两种记忆方式 一种是工作记忆 另一种是长期记忆 工作记忆指的是一个较短时间的记忆 长期记忆指的是保存时间比较长的记忆 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中追求的是长期记忆 因为对于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不能只是当时记住 而是要永远记住 对于长期记忆来说 最大的敌人是遗忘 艾滨浩斯的实验研究告诉我们 当人们学习新东西时 20分钟后 就只能记得所学内容的58%了 一个小时后 则只剩下44%了 而一周后 记忆就只有最初的三分之一了 一个月后 记忆就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了 由此可见 人对新事物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弱 尤其是在最初几天的时间里 遗忘的会更快 说到这里啊 你一定非常痛恨遗忘吧 因为它降低了你学习新知识的效率 那么我们该如何增强记忆呢 书中提到了四种记忆机制 第一种是间隔 即重复记忆 如果你想建立长期记忆 可以尝试把学习时间划分为几小段 插入间隔 可能会有遗忘发生 但从长远来看 它会促使你表现得更好 比如你学习某领域知识需要十个小时 你就可以安排好每天花一个小时来学习 你会发现在十天时间里 每天学习一个小时 要比一天学习十个小时效果要好得多 所以人们常说不要突击性的死记硬背 那并不是真正的在学习 第二种是程序化 即自动持久 它指的是将一定数量的知识完全程序化 作为隐形记忆长效持久的保持住 比如人们骑自行车 当你学会后 就不用每次都调动一次骑自行车的记忆 而是骑上就弄走 你完全可以花费额外的精力 来使一些技能程序化 然后把这个技能作为其他知识的线索或访问点 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第三种是精益求精 即熟能生巧 这点很好理解 它是指我们要通过一定量的练习来做好任务 进而延长记忆的持久性 第四种是注记法 即一图胜千言 它是指将涉及到的信息 尤其是那些抽象的内容 转化为生动的图片或空间地图 来帮助人们进行记忆 记忆大师们在参加记忆冠军争夺赛时 能用60秒记住一幅牌的顺序 也能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学习 然后逐字逐句背诵一首古诗 采用的正式注记法 总而言之 注记法能让我们开动脑筋 去做以前那些你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 当你掌握了这些记忆机制 你也能成为记忆大师 第二部分 直觉 一厢关于国际象棋的研究发现 普通人下棋一般不会特意记住棋盘布局 就算记也记不住多少 而优秀的棋手 老子里却有大概1000个棋盘 象棋大师更夸张 他们的老子里则有5万多个棋盘 所以象棋大师们可以在5到10秒内 凭直觉走出一步棋 而普通人却要冥思苦想好几分钟 还不见得比象棋大师走得好 直觉的重要性 在象棋大师的老子里 这些棋盘都是以模块的形式存在的 每个模块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些模块连接在一起 就成了稳固庞大的知识网络 能不断激发人们准确有效的直觉 不得不说 直觉的力量很强大 它能感知或捕捉到我们意识层面不知道的事 最后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直觉呢 书中提到了费慢技巧 使用费慢技巧可以帮我们培养出 与正在学习的观念相关的直觉 当你完全不了解一个观念 或者你对某件事只有一点了解时 就可以采取如下的步骤 首先在一张纸的最上方 写下你想了解的观念或问题 然后在下方空间解释那个观念或问题 就好像你要传授给他人知识一样 如果你卡住了 就代表你的理解无法提供清楚解答 那就请你回去找书 笔记 老师等 或者参考相关数据 直到找出答案为止 只要你坚持这样做 慢慢的就能扩展自己的直觉 它将有助于你学习更多的东西 毕竟这笔抽象的硬贯学习内容要好得多 第三部分 试验 超级学习者们也许没有过人的天赋 但他们一定有执着的精神 因此啊 超级学习者的最后一个原则是 秉承着探索精神去实验 它需要我们勇敢地跨出舒适度 去探索他人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 试验有三种 第一种是资源试验 它针对的是学习方法 我们要在学习方法 学习材料和学习资源的选择中 不断进行试验调整 进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指导和资源 第二种是技能试验 它针对的是学什么 我们要在所选择的知识领域中 不断地进行试验评估 然后找到当下最适合自己学的内容 第三种是风格试验 它针对的是学习方法 你可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大师 认真分析是什么使他们的风格成功了 借此找到你可以模仿的方法 再把它整合到你的方法中去 试验形成自己的风格 同样的作者也为如何进行试验提供了几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模仿再创造 比如你学习画画 就可以先参照自己喜欢的画家风格进行模仿 然后再利用这个立足点在自己的创作方向上进一步探索 第二个策略是平行比较各种方法 也就是尝试两种不同的方法 但只研究一个变量改变一个条件 再看看效果如何 这样一来你便能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个人风格了 第三个策略是引入新的约束 也就是引入新的方法去替代以往的方法 从而摆脱逛性思维 人们总是习惯于重复以前解决问题的常规方法 殊不知以往的方法未必是最好的 探索自己不太熟悉的选项 反而能磨练出自己的潜在技能 第四个策略是 在不相关的技能中寻找超能力 它指的是将两种不一定重叠的技能结合起来 从而获得那些专供其中一种技能的人 所不具备的明显优势 比如你是一个很擅长公开演讲的 工程师 虽然你可能不是最好的工程师 也不是最好的演讲者 但将这两种技能结合起来 你或许就能成为公司会议上 展示工程主题的最佳人选 从而获得新的职业机会 一个好的试验策略 是能够把你正在培养的技能的某些方面 花挥到极致的 即使你最终决定让它回到中等水平 你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广泛的实验 为超级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好了 到这里 超级学习者艺术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这九条原则并不是目的 它代表的是一种方向 遵照这些原则 严格执行 持续学习 相信你也可以迈上成长进步的新台阶 好了 本期影片的主要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如果影片内容对你学习有帮助 就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频道 也别忘了在下方留言 或许你的宝贵留言 也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另外 频道里面还有更多跟学习成长 财富自由有关的内容 别忘了点进我的频道看看哦 更多精彩等着你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